我们这个算不算是新鲜组合 赵博没试过 电话和他沟通是多的 想不到我们今天在各自的平台 在赵氏读书生活和赵豪Live Show那里 我们两个同步见面 打个招呼 读书生活的朋友 我先聚一下 记得我第一次会找赵博 其实就是很久了 应该就是我刚刚进入YouTube的时候 就遇到第一个标风波 于是很头痛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当时我就问芯爷 他就说听说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多红 全世界都推荐 找赵博吧 他拍了一段视频 专门介绍怎么可以应付黄飘 我左拖右拖就找电话 立即找你怎么解决 那时候你真的很熟悉 是的 我花了很多时间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弃 我花了很多时间了解 大数据是怎么运作 怎样可以令YouTube的视频 曝光率增加 广告设计哪一分钟会好些 其实我看了欧美的YouTuber 他们的分享 然后自己再归纳一些方法出来 尝试破解YouTube的黄标的限制 所以那时候花了些时间搞 因为我经常研究 所以对我来说 这也是一个研究题目 挺好玩的 你应该下次整个博士论文 如何破解网络的限制 突破封锁 那样 是的 由那一刻开始 起码接了一点 中间我想大家多字磨碌 很多变化 来到今天 我有空了很多 那我就到处找朋友 聊聊聊天 不如聊聊聊 那跟赵博聊的时候 我们不若然同时都觉得 不如现在我们扑人家风花树月 好像你现在的背景那样 椰树影 趁着海角艳雅 谈文雪艺是欠杯红酒而已 不过现在的大地 不能放下两张平静的图桌 如果我们所说彦文雪艺 我想那个图桌都不平 那杯水可 dangerous 中国历史上都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我经常说 比如曹氏政权曹毅 曹操曹坯登了位后历次之后 后来斯玛士又登位 就是在很短时间换了几个政权 那些文人又如何? 唯有避譚政治 吃五石散 那些飲酒、流淋、淤酒 竹林七言是如此 到了清朝也是 清朝滿洲入關 那些留法不留頭 讀書人有一些是做烈士 也有很多就是 不如搞一些古文學的東西 叫小學 逃避現實政治 因為你寫其他東西 說說孟子、朱熙 是殺頭的 為民所指 翁靖華 你諷刺朝廷 搞明史又死了 所以那些人搞文字學 小學訓故學 這個歷史上不斷循環發生 但是最糟糕就是我們以前看歷史書 秦始皇焚書坑言 漢武帝霸絕八家 我們以為這些很遠的東西 誰不知我們正身處大時代 近在止尺 不過剛才你說得對 文人好像永遠在大時代中 他也要很清晰自己 究竟那個定位究竟是什麼 還要是以前 歷史給文人的那種定位 都是學而休則事 又經常都會覺得自己對國家有抱負 要有這種這種空懷 要去照顧朝政的 但是往往其實都是所謂核粗心 往往如果你做錯一步 基本上就全家倒地了 那些所謂躺平呢 就是說那些元學那些 算不算都是某種形式的躺平呢 大家也懶得跟他玩那麼多 就是都是用那種的心情 就去消極地去對抗那時候的時局 但是即使如此而已 就是現在我們講開躺平呢 大家都潑冷嘴啦 就是說喂 你要躺平也要有很多 就是條件給你才行的 如果你看一下 就是以前古代的那些文人 他想躺平 都真的不行的 喂 你是不是不給別人 為什麼皇帝多次邀請你出國 邀請你就是 就是 就是 入朝的 都是要給別人 就是所謂食閉門羹呢 都是會有殺生之禍的 就是所以 你說如果現在這個時勢 想躺平 可能都不容易的 真的 講一下就是有什麼值得參與人 或者一些就是 藝術界人 雲雲歷史場合裡面呢 就是他們那個走勢呢 就是曾經發生過些什麼事的 那我就其實很喜歡看大陸那些上升 我經常都說 就是我在香港我經常說 就是我都算是香港裡面那些 傳統左膠啦 不過沒有人相信而已 因為我逢年過節呢 我就會跟我爸媽呢 看那些就是春節聯歡晚會 小時候就帶我看的了 那麼後來呢就是 裝了友善 我第一代友善用語 那麼那時候很有趣的 友善呢 他們有那些叫做藝術台呢 我就記得看了就是 由 就是 侯寶林 就是真是 他是第一位上升大師 他一直的那些演出 那時候一直看呢 我會發覺 喂 好 很有趣 還有很有趣 他講很多歷史 特別是講 就是 舊社會啊 也都會有後來講很多 文革裡面都會有發生的事 他的徒弟啊 就是 因為一門三傑的 侯寶林 甚至近一點點 姜坤都是 那是 那是 原來呢 就是 那些人呢 都有一種 等於香港棟篤笑的那種風範而已 真是 就是針片時幣 是有這樣的傳統在那裡的 那我還覺得 都有一種希望 就是原來大陸都還有這些空間給你的 誰不知 就是其實看著看著就發覺 香港不會有很多人看的 但是那些新聞經常都報道 為什麼大陸的人經常都好像吐槽 那個春晚沒有東西想看呢 不單是上星沒有東西想看 就連後起之秀的那些 就是趙本山的那些小賓都沒有東西想看 原因呢 其實我發覺就是很悲哀的 不是說他們想的辦法不夠好笑 不是他們不夠幽默感 而是因為 不能說那些政治 不能再去直接去爭辯那些時幣 原來他那個 就是出來的那個所謂影響或者後果呢 是很直接很明顯就是 你的藝術生命 其實同時也完結了 即使你在政治上面走正確了 好像行穩致遠 但是 抱歉 人民就退棄了你了 我覺得這個很警勢的 因為你想想對香港 你想研究一下 以後大家還有多少空間去做事 我經常看著內地這樣的演繹 我覺得 也是悲哀的 真的不是很行得通 是 我自己覺得在大陸 我在大陸教書的時候 我有一個感覺 我大概是2008年上去開始教書 那時候大家正在推牆 那些知識分子 是一步一步走前些 譬如說那時候陳秋實 陳秋實參加演講比賽 他演講比賽是批評裸冠 是說中國應該要陽光發治 應該要公開官員財產 那時候其實社會大家想辦法推 我們知道長度很厚 但是我們希望做得一步 但是那個變化很明顯 大概在13、14年開始 就越來越嚴厲 出版就難很多 譬如說我們以前出書 基本上我們搞歷史文學 80、90年代就很嚴重 但是到2000年後就已經忍你寫 甚至乎余英時 余英時就是反共大師 史學大師 他的書在大陸在2000年代是很好賣的 是暢銷的 但是到了13、14年他的書開始下架了 然後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 開始不敢再說話 那些公共知識分子公知 就開始被群眾批鬥了 整個社會的氣氛逆轉了 到了近兩三年更加低壓 尤其是香港發生了社會運動之後 大陸的言論更加厲害 但是問題是大陸已經很穩固地讓他統治 他的嚴厲度 如果從90到95 人們都不覺得很大分別 但是香港不同 香港一下子 就是很自由 沒有底線 我們說話 唯一的言論自由就是不要誹謗 不要洩露內幕交易 基本上是這些而已 但是現在我們每說一句話 我每拍一段視頻 我都要自己聽一聽 想想會不會自己說些什麼 踩到紅線 所以整個社會逆轉 所以香港的形勢比現在大陸生活的人嚴峻的 因為在大陸生活他們牢牢掌握 他們不需要每次出社會主義權 現在香港不同 香港矯枉必須過正 變成你很多事情以為可以做的 一下子你都不會做的 所以 在香港生活的壓力更大 大於大陸很多 對 因為大陸是 你可以說是現在完成式 他也差不多變成一個完成體 但是我其實覺得 你說在內地他們的摸索 其實他們都是與時並進 每天都在摸 因為你說政治紅線 固然你說可能他們都已經很清楚 基本上他們就是光輝偉大正確 他們都明白是怎麼做的了 但是有時候他們那些紅線 譬如你說藝民界那些 他們有時候會面對另一條紅線 就是他不跟你說政治 他跟你說我覺得你三族 就是說你道德犯規 譬如如果剛才說他們裡面那些藝術演員的話 可能近來大家有聽過 香港聽過可能就說葛德剛就被人披鬥那些事件 我覺得他這個例子都幾 有一種說明意義的 為什麼呢 就算你說你不認識葛德剛這個人 那你就可以這樣定位 就是他OK 他是新一代 就是想繼續講上升 而他講得好 他講得火 就是當我剛才說的那些老一代的上升演員 全部都沒有人聽了 他就爆出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走那條全新的路線 行了 我不跟你說那麼多什麼教化的功能 不說那些了 就是我娛樂至死 他講一些最低俗 最下流的 就真的 可能他經常都說他的拍檔 就是你是我 你是我的兒子 就是取笑他這些所謂 他會笑 你表面聽的是很低俗的 但是他走那條路 就是因為他說 他就避開了 沒有政治 沒有教化 就只是說娛樂 他火了 就是所謂紅了都有十年 但是他又面臨新一條紅線 就是好像當權者都會發覺不對了 你是很紅 但是你完全沒有配合我們這一種 就是你說那些社會主義教化的那種思想 不宣傳黨的正確思維 又沒有一些所謂的正面的主流那些 然後就開始對他的道德 操守進行審 我覺得這個例子 其實你說給香港的那些藝人 我覺得這個參謀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你想著 喂 糟糕 那我不講政治就行了 看談國事 那我娛樂致死可以嗎? 喂 總有一天 我是很擔心 就是香港的藝人 他都是沒有了純粹娛樂的那種空間 喂 你個個都出來舉手了 個個都出來 就是歌唱祖國 喂 你還在唱著 情情塔塔而已 他不是說你犯國安法 但是他覺得師兄 你政治上犯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 無論內地和香港 可能未來有一條線 我們都是收得越來越緊 連這些位置都在收緊 這是必然的 這是歷史進程 在1949年之後 國民黨的人都撤退了 走了 控制了大局 當年 那些主要敵人就走路 不能夠沒有主要敵人 變成了一些在共產黨中 或者中間派的知識分子 變成了罪右 要反右 所以同樣道理 香港現在 國安法之後 大局已定 黃絲就走了 然後那些重要的 有名有姓的人物 全部一一控制下 杜汶澤 黃秋生 就遠走他方 那麼 下一步是怎樣 下一步就是黃絲已經完全控制下 就到藍絲 藍絲就要開始淨化了 就開始批鬥他們不夠紅 藍和紅當然是又紅又尊才是親生仔 就等於無線都要捧親生仔 就是這個意思 到藍絲那些 尤其是建制派中商界的人 又或者是以前中間那些 知識分子路線那些 專業那些 那些開始被批鬥 同樣道理 香港那些藝人 剛才你這麼說 他要肩負起愛國之餘 還要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揚 你不能夠只是說愛國 不只是表態一點不能少 你走出來也要有模範的 先進分子那種格調 如果沒有你就會死 所以這是一步一步來 這是歷史必然的進程 我覺得現在可能有些藝人 會面對一個很矛盾的現象 以前如果打算北上賺食 中詞就是說 說少些政治 娛樂至上OK 那就賺到食 現在新的這種紅線生活之下 可能剛剛倒轉 你是要說多些政治 你才可以做 因為你不說政治 本身就已經在說政治了 你不表態 可能已經是表態了 所以你在上面 就沒有機會可以賺食 這個轉變 我覺得反而是那些藝人 真的都要自己想一想 不要以為可以用以前的方法 可以了 安安穩穩 只是唱情歌 就能夠搞定 你也要記得 情歌也曾經被人說是非美美之音 我想這也是一個全新的形態 現在這個時勢沒辦法了 因為在共產黨的思維裡面 你是不斷淨化的 共產黨整個理論就是 你不斷透過鬥爭 鬥爭淨化下來的先進分子 就是偉大的黨員 所以 藝人也是如此 你是一步一步的 原本表態說愛國就可以了 愛國也可以 找到食 之後你就不僅要愛國 愛國不是愛港 我要做 你就要不斷地每一件大是大非都要出來說 譬如說中美鬥爭也要出來說 釣魚台也要出來說 慢慢就變成了一個 你不僅是說娛樂 要是說政治 其實中國古代就叫做禮樂一體 禮就是政治、道德 惡就是娛樂 其實是一體 所以以前香港的藝人就是吃西方的奶水長大 西方人就覺得娛樂就是娛樂 但是以後不行了 以後要適應新時代 是啊 甚至乎如果你說回近代 就是由毛澤東搞那個兒安文藝座談會 告訴你 文藝要為這個政治服務開始 就是我想大家應該很了解到 你不可以太單純 就是以為我可以繼續這樣找飯吃 所以我覺得引伸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究竟我們的藝人 有多少是知道究竟在新形勢之下 或者文人也好 他應該怎麼去生活 怎麼自處 就是那裡就是一個所謂選擇的問題 歷史上我發覺 其實應該都有很多很典型的例子 是令人覺得他選錯一步 他就選擇去和樓之間選錯一步 他就真的是天堂和地獄 而那個地獄不是比喻 那個是真的 真的死鬼了 就是我想這個是都幾值得大家警示 就是我相信大家一說開這些所謂 在四九年這個轉折之中 選擇去和樓的那些文人 就是我想都很多 胡適啊 吳咸啊 然後老舍啊 這幾個可能全部都會大家覺得 就是很有啟發性的 我其實有些不太明白 就是以你看那些書來研究 你發覺有多少呢 就是那些文人 比如胡適那些就聰明走了 老舍他明明在美國的 他又很願意接受 就是新中國的邀請 他就回來祖國那裡 就是接受人民藝術家 或者在後面 但是去到後來 就是各自有不同的命運 你覺得有多少呢 他們是屬於看不透 就是猜錯了 有多少呢 他是知道 就是其實那個形勢呢 就是那個氣氛啊 政治環境都是會各有不同的 但是他覺得 真的可能在他眼中 就是廣闊天地帶有作為 你覺得有多少是他選錯 譬如最典型的 就是吳晗和胡適 就是這兩絲圖 一個就是老師說 大哥不要搞我走了 真的 吳晗了 不行 我要留在這裡 你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多少是他搞錯了 有多少是真的迷惑了 因為 跟現在的香港藝術家 都很值得思考這個問題 真的 是啊 我看1949年的大局 他是這樣的 首先有很多的文人是左傾 因為當時是抗日戰爭的時期 大家都覺得國民黨腐敗 國民黨不堪 所以左傾的人大有人在 所以留在這裡的人 是受到共產黨的感召有一批 甚至乎余英時 我經常提到余英時 余英時最初也是左傾 1949年的時候 他在1950年才離開 他被他父親吹了大半年 他還留在中國 這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心存僥倖 就覺得 時勢也不對勁 但是我低調一點 我就鋪光養晦 這種譬如說陳仁闊就是這種 錢穆叫陳仁闊走 陳仁闊是他想走的 他心裡 但是由於他眼睛不方便 那時候盲 他盲了 要人照顧 覺得隻身來到香港 生活可能很坎坷 不如留下低調一點 以他的江湖地位 毛澤東也尊敬他 郭末藥也很吹捧他 誰不知他最後也是被批鬥 文革時期 他的書也被銷毀 這是第二批 第三批真的有民族主義意識 譬如說何炳帝 這種在美國是非常大學者 叫做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 但是 大陸的統戰用了最高的禮遇 鄧小平 親自接見 這種人在美國很願意回去 楊振寧也是這種 所以這不得不佩服中共那種統戰的力量 這些人去台灣 也是一個出名教授 在美國也是一個普通的老人家 但是他回到大陸是以英雄式的 數千人在大會堂裡面和他鼓掌 他們一生人爛鬼書生 都沒有受過這些待遇 所以中共起家其實真的不 還有自天下有他的手段 他對這些民人的統戰很能夠收復 能利用則利用之 這是中共不得不佩服的地方 是的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諷刺 就是他剛才說很多那些大學問家 其實他可以有這麼非聲國際的聲譽 他都是靠著什麼呢 偏偏就是國民黨的時期 還是一個比較寬鬆 雖然你說都很腐敗 但是他有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 比如老舍 他可以創造有很多 你會覺得他是在諷刺那些 封建世界的那些小說 他享有了這種自由思想之後 他就得到大家的垂青 然後就是連共產黨都會說 尊他為常奔 所以這個就是最諷刺 就是他在自由世界裡面得到明星 但是也都因為這樣 然後他就給這個所謂的專制政權 就看中了 原來的目的是什麼呢 都是想為他 現在你看回頭 賭一層金 做一個代言 又或者就是用來唱好現在所謂的新形勢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 現在你說留在香港 或者你說還在大陸 可能很多不同的那些藝民界人士 就是可能都要留意一個地方 就是今天他捧你為常奔 他原因是什麼呢 譬如很多香港人 就是北上去找藝術 那些藝術 你看到早那五六年 他都還是很吃香的 就是他會在後面特地寫著 就是說中國是香港 除了是因為他們有代表 就是要告訴你我會限制 他都好像想告訴你 這個來自香港的 那麼很多香港藝人就忘記了這件事 他就會覺得 行了 現在上面找我 上面市場大我就去 但是他忘記了就是 為什麼他會找你呢 因為你來自香港 為什麼你來自香港這麼值錢呢 就是因為香港有他獨特的文化 他那種的思維 他那種的語言 甚至乎 就是那種自由氣氛呢 是令到上面覺得 哇 港產啊 很多是很有特色的 現在 剛才我們說的很多那些文人一樣 拜拜 像我們說的老人家一樣 我覺得是很悲哀的 但是那個要有那種意識 要清醒知道原來他自己的統戰價值 其實就是來自於之前的不同 但是這個清醒很難 我也覺得現在他們的朋友要理解 身處大時代 心存僥倖的人 總會面對著這個時代的淘汰 殘酷的淘汰 希望大家共勉知 那麼 1949年歷史的教訓給我們有很多啟示 希望大家在這個時候自己做一個適當的抉擇 今天和志豪很開心 希望以後多一點機會跟你繼續聊天 拜拜